埃及北部城市亚历山大昨天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当天下午 亚历山大海边的一家豪华酒店附近发生爆炸 现场升起滚滚浓烟 场面十分混乱 埃及内政部在声明中说 这次袭击的目标是亚历山大安全部门负责人伊米尔 及记者事先把爆炸装置安装在一辆车底下 待安全部门车队经过时引爆 一名警察在爆炸中丧生 尼米尔本人没有受伤 调查小组已前往事发现场 这一爆炸事件发生在埃及总统选举投票前期 根据支撑安排 埃及国内选民将于3月26号至28号投票 去年以来 埃及反恐形势持续紧张 去年4月 亚历山大市和坦塔市各发生一起 针对科普特教堂的恐怖袭击 共造成至少45人死亡 100余人受伤 去年11月24号 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 遭恐怖分子袭击 造成300余人死亡 100余人受伤 2月9号 埃及军方宣布进行名为 西奈2018的大规模反恐行动 旨在清除西奈半岛等地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 迄今已有超过150名恐怖分子被消灭 旨在清除西奈半岛等地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 在清除西奈半岛等地的恐怖分子被消灭